4比4平手的時局上半 登板投球背負著一分都丟不得的壓力 中信兄弟 十九歲菜鳥陳柏豪 展現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將之風 標出現場側速高達一百五十二公里的球速 不僅安全下莊 拜張志豪的再見安達所賜 陳柏豪終於拿下終職生涯的首勝 自己加入終職的時候 第一個首勝當然是非常開心 其實當下沒有很注意到球速這部分 就只是積極地攻擊好球帶 那投完下來的時候 就學長們跟我講 我丟到一百五十二公里這樣 那我當然也是自己 當場也是嚇一跳 然後也是給自己一個肯定 然後自信心也慢慢地增加起來這樣 還要再更進步一點 因為我現在目前年紀還小 那我在球隊也是要學習特別多的東西這樣 陳柏豪本季十場出賽都是以後援為主 不過碰上近期兄弟教練團 採用假先發的調度 讓牛棚投手往前移到先發位置 有沒有可能成為Open獎之一 陳柏豪自己其實早有設想 雖然也有想過 有要丟假先發的問題 那其實我也沒有想特別多 那可能就是教練叫我安排 安排怎麼樣的任務上去 我就是照著教練的意思 然後照著教練的安排 照理來講的話 應該是喜歡丟後援吧 那可能往後還是要就是 中繼後援可能會就是交換這樣 我也是就是電話打來了 那我就熱身就這樣而已 青澀的臉上眼神堅定 不管在哪個時間點站上投手球 對陳柏豪來說 守住分數就是最大任務 十九歲的他 要說沉穩或霸氣都還有待加強 只期待不斷的吸收成長 維持穩定演出更是重要 白土新聞採訪報導